亚洲杯两联平,国足宣布重大决策,得到足协支持,杨克围棋减轻负担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中国男足亚洲杯真诚,举步艰难,两战未尝甚迹,小组形势堪忧 此次赛事中,面对若旅,塔吉克斯坦和黎巴嫩,国足屡屡失手 让球迷和媒体皆感失望,球队经济水平明显下滑 甚至难以胜过亚洲次流球队,这引发了对中国足球未来走势的担忧 中国足球曾有过辉煌时期,但如今在亚洲足坦却陷入低谷 连同塔吉克斯坦队和黎巴嫩这类球队都难以对付,形势实在令人堪忧 国足英认真反思,追问球队目前情况为何如此糟糕 身价排名均高于对手,却屡战屡败 这是否意味着问题不仅仅在技术战术层面,还包括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困扰呢 在两联平后,国足发布了一项重大的决定,即全队休息一天 这一决定旨在缓解球员们长时间高度紧张的状态 从而更好的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这种人性化的管理举次,获得了足协的批准 既理解球队的压力,也为球员提供了宣泄和调整的机会 国足队员们在短暂的休息日里,或许能够从疲劳和紧张中解脱出来 为最后一场与卡塔尔的决战做好春分准备 这个决定可能会为国足带来契机,释放球队潜在的战斗力 球迷们期待国足能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振奋精神,摆脱目前的困境 取得出现资格,为球迷带来一丝安慰 对此,大家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